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兰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个中国两会开完以后啊 这个围绕着中国的这个情势啊 急剧升温啊 现在这个中国呢 也是警告美国 就说你跟我的所谓的这个竞争不是良心竞争 我们会直接滑向 直接武装冲突的这个风险啊 中国是先说出这样的话了 那么印度呢 也跟中国拔高调子 说什么这个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对莫迪访问藏南地区的这个声明 说藏南是他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的解放军在藏南地区啊 开始大规模军事演习了 然后这个印度呢 又怎么试试洲际弹道导弹 什么烈火5 洲际弹道导弹成功什么实验 然后这个啊 韩国呢 也就这个菲律宾跟中国这个争端 叽叽歪歪 中国也被中国给屌了啊 所以说呢 美国现在是想要跟中国要直接来摊牌了 我们也要跟他来摊牌了啊 所以我认为呃 毛队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我们要发动进攻了啊 我们要发动战战争啊 所以我说过这个啊 如果说他们全部都来 我们就就全部都跟他们大战 我觉得有必要要大打啊 可以小打的就要大打啊 可以大打就绝不小小打 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来全面的这个武装进攻啊 反正这些都是被我们给击溃过的 菲律宾啊 16年被我们给吓了尿裤裆了 韩国在长津湖过程当中 这些高的棒子 这些卑劣的高的棒子 被我们给击溃过 印度 哇操 这更不用讲了 加勒万河谷被我们给打趴了 冷兵器打趴的啊 就是净身肉搏 这个才能更加显示武士精神的一种啊 净身肉搏被我们给打趴了 1962年被我们给击溃了啊 是吧 张国华把他妈托尔中讲 打了他妈满地爪牙 是不是 打到心里去了 我们不怕再来一次大规模暴击 那他妈那个逼就给你们来他妈大的啊 超越战争来开打 菲律宾开打 印度开打 台海他妈开打 同时他妈五大战区全部都都开始参加战斗 所以说这个中国国防部也讲得很清楚了 中国在这个复杂外部环境下 我说过 就像这个卢沙野大师讲的 我们现在不能韬光养晦了 我们必须要以战崛起 因为这帮逼眼子 这帮臭逼 他们不想让我们他妈逼好过 他们不想让我们好过 但他们没有相应的匹敌的实力 我们就让他们来干他们一下 尤其是个印度 妈那个逼 以为自己发射几个他妈的什么 月球探测器 苟日的进行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实验成功了 他妈的这么屌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几个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老逼 总体第一个 中国外交部 美方所谓的竞赢并非良性竞争 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冲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了万元斌3月12日 在力学级的会上表示 美方所谓的竞赢并非你追我赶 不好意思啊 共同进步的良性竞争 而是处处给对手下套 使半死的恶性竞争 是以两国人民更没利益 乃至人类前途命运为赌注的豪赌 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冲突 这个对抗冲突就是直接武装冲突了 就这个意思啊 有记者提问 美国国防官员此前表示 在拜登总统提交的25年国防预算中 首次单独列出台湾地区 将称对台提供军属援助 发言人对此有个评论 外面对此表示 我们注意到相关的报道 我们多次表明 竞争不是中美关系的底色 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面临的问题 美中所谓的竞赢并非你追我赶 共同进步的良性竞争 而处处给对手下套 使半死的恶性竞争 所以两国人民更没利益 乃至能力枪头命运为赌注的豪赌 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方冲突 反而言说 这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之前指出的 如果一名心思打热中国 最终只会害了自己 希望美方纠正对华错误认知 摒弃零和博弈思维 放弃禁营中国的幻想 与中方相向而行 让旧金山的愿景逐步变为现实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可持续发展 外面强调 中方正对反对美台军事联系和武装台湾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听着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要采取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组 全和领土完整 所以我跟各位讲 拜登跟习近平 在巴厘岛见了一次 在旧金山见了一次 说白了 这个其实啊 这种见面 就像当年这个拜登上台 跟普京见面一样的 拜登也在跟普京 见了好几次面 至少是两三次吧 那见了这个面以后 美国关系有变好吗 没有 拜登他秉持教父里面的原则 是朋友要接近 是敌人更要接近 因为你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跟我们来 来这个来这个见面啊 我们不要天天地以为 他跟我们好像是来谈什么 中美什么关系缓和的 不是的 他就是来摸我们底的 就是觉得 哪方面我答应你 可能这是你关注的点 那你关注这个点 那我不就弄你吗 他就是这种想法 非常阴险 狡诈的 这种想法 所以说呢 大家呢 就是要心知肚明 就是我们不要去 跟美国有任何的幻想 我们要做的就是 全面对美国枯军备战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道路 跟美国合作竞争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已经到头了 美国想通过 和平演变的方式 来颠覆你的政权 也失败了 美国要对你 这些凯特企业 浪和渗透 人口血统改造 去穷化战略 都失败了 他现在唯一 有一定优势的 就是远程电子宠物的圈养 有很多远程电子宠物 这些宠物狗 他们会替美国主动 去干些坏事 就叫境内敌对势力 所以说我们跟美国 我个人认为 这个战争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但是这种可能性 没有印度那么大 因为美国他有一帮军事高层 他们不想跟中国打仗 不要忘了当年 美国五星上将里面 最意气风华 最老逼的 太平洋的霸主 王中王 麦克阿瑟 他当年是什么下场 搞得晚节不保了 抽个大烟斗 拿个指挥棒 坐着飞机 去像变魔术似的 要指挥交响乐队 最终怎么样 被中国给打成什么笔 还有你美国不要忘了 在越南战争 由中共全力支持的 为大后方 全力支持的越共 以及中共派了 非常多的军事指挥官 去带领越共 带领小越南 战胜了美国 也不要忘记了 美国航母在北部湾 是沉默的 西共铁拳是啥意思 所以说 我们不惧怕美国 但是他现在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他赤裸裸的 把台湾单独裂出来 来进行军事武装 单裂出来 这个就是要 推高武统台湾的热度 这是好事情 好 第二个 印度 印度拒绝接受 中国对总理莫迪 对访问藏南地区的 反对意见 印度外交部周二 强烈反对中国反对 纳尔伦德拉莫迪总理 最近对阿鲁纳切尔邦的访问 并声称该帮过去 现在和将来 都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 兰迪尔·贾索瓦尔表示 中方已在多个场合了解 这一贯立场 他说 反对印度领导人 访问阿鲁纳切尔邦 或印度在该帮的发展项目 是不合理的 他就说 我们拒绝接受中方 就总理 访问阿鲁纳切尔邦 发表的评论 那么 大家要知道 印度是如此的 不要逼脸 对吧 你他妈霸占中国 你当年可是背信弃义 当年印度 可是这个 其实七国和不结盟运动的 老大 大哥 当时那个时候 中国是新中国那会儿 还是 看上去像印度的小弟 兮兮的 或者在这个里面 算是老二 对吧 中国积极支持印度的 这种不结盟运动 做这个带头大哥 但是最后印度被刺中国 不仅霸占中国的 这个藏南地区 对吧 然后还这个狗日的 这个庇护 这个达赖喇嘛 对 常年对这个西藏地区 进行这个颠覆活动 所以我说过 我当时毛泽东都想了几天 几天几天想不通 为什么印度要来打 所以我说这个 印度这个国家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跟印度是必然是有一战的 第二次大规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 肯定是要爆发的 你看印度这个态势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说 你不去惹他 他还是惹你的 我们不要再 傻逼呵呵的 再爆什么卢家思想 那种屌思想 早就应该 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那他妈是封建王朝的产物 我们现在要讲究大中华沙文主义 啊 我们 我们过去啊 元朝跟清朝这两个朝代 把我们主体民族 搞得他妈的很奴太的 啊 搞得都他妈的 比扬尾了 早泻了 所以我们需要从这里面爬出来 对吧 今天 元朝跟清朝这两个朝代 以及明朝的宦官治国 一直以来都他妈的把中国的啊 根本给他妈给摧毁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停的在恢复啊 在习近平啊 在带领下 我们一定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 不是说哪一个朝代 哪一个政党 他去复兴 而是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我们必须要讲究大中华沙文主义 只有大中华沙文主义 对外扩张 打服这一切 拆朗虎报 以战崛起 跟美国全球争霸 啊 控制整个印度洋 太平洋先分一半 啊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有的 俄罗斯作为我们大后方 对吧 啊 作为我们加拿大的存在 这不是在这里说大话 不是在这里意淫 而是实打实的 我们造那么多军事装备干什么 造那么多军舰 干什么呢 啊 在南海 在东海这里开得开去吗 溜着玩吗 当然是要他妈的向外军事扩张的 我们自己本土的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必须对外扩张 啊 控制住全球这些主要的这些资源 啊 对吧 跟俄罗斯伊朗坚定形成铁三角 消耗美国的一切 西藏军区某旅侦侦察分队 在藏男腹地实战化练兵 西雪地潜伏丛林搜索活力突击 海包三千五百多米 藏男腹地迎来持续降血 正在野外助训的西藏军区某旅 将侦察分队拉进原始密林 展开多科目训练 提升侦察兵在恶劣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啊 对吧 啊 现在我们这个藏男腹地 我们就是在这个迈克马红线以南地区啊 开展活动 什么的迈克马红线 都是英国在这里杀七八搞的 印度他他妈不要好过 我们就给就给他来点颜色 印度首次测试携带分体式弹头的烈火五洲际弹导弹成功 印度总理莫迪三月十一日宣布 印度已成功进行了自助研发的可携带多弹头弹导弹的首次飞行试验 这一进展增强了印度对地区竞争对手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侯卫社 啊 你看看人家他妈这个讲话都都是这种 非常的这种这种这种霸 啊这种非常这种这种恶霸的这种讲话 军两名在高级政府官员称 这一名为烈火五行 作为这样的导弹 配备了多弹头 分岛重返 大气层运载工具技术 允许他在不同地点一次性发动多次攻击 过去几年来 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 一直在开发这种导弹技术 从这次飞行实验 印度加入了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法国等多少个 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精英国家的行列 根据印度国防部一份声明 这次飞行实验是在印度东部奥迪沙邦的一个岛上进行的 十多年来 印度一直在开发和测试烈火系列导弹 以追赶中国的军事实力 印度于2012年首次测试烈火五系列弹道导弹 此后不断对其进行技术改进和重新测试 印方表示 其烈火五导弹计划符合印度拥有可信的最低威慑力的既定政策 以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大家要知道 这个印度上来就说 对什么巴基斯坦跟中国作为地区竞争对手 他是把我们列为敌人的 所以我们对印度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 现在中印关系已经处于这个冰冻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迟早要打一仗的 藏男迟早要收复的 不仅要收复藏男 而且要解放整个印度东北帮 这个曼尼普尔 包括这个阿萨姆 他们都想加入中国 还有这个克什米尔地区的拉达克王国 这个地区 而且印度呢 莫迪他不停地在签署反 反对穆斯林 所以他和穆斯林的这个矛盾关系 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闲着 好吧 所以说对于这个印度的这个野心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 还有韩国对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叽叽歪歪 中国也是警告警告了他 你他妈的自己注意一点 跟你不搭告不要犯贱 所以韩国人老是对我们老软兮兮的 对吧 他们现在又说张家界是他们的神山 就是说张家界曾经啊 在古代是韩国人的山 后来是被我们给占领了 这个他妈思路 我觉得真是他妈挺神奇的 谢谢各位支持